他們跟我我兒子 兩個兒子跟我say goodbye 他跟我say goodbye 他們一離開家裡 我就沒辦法睡了 崩潰了 眼淚就掉下來 奇怪 這個家怎麼會變這樣呢 他們後來離開我了 然後我就變好空虛 好 然後我去上班 還是很勉強的那個 好像心碎的感覺 離婚會更好 離婚會更好 一定有想過啊 怎麼會沒有 哦 你有想過 小龍哥也有 你們婚齡二十四年 有一件事情 你覺得婚前婚後 是落差最大的 哪件事情 其實我真心講 因為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就已經年紀 她大我十三歲 因為我比較小 她也是跟我講說 她很喜歡小孩 然後就是說 她這個年齡應該要 要趕快生小孩了 聽起來滿熟悉的 對 男人好像 我後來才發現 好像這一招還滿有用的 對 然後我真的就二十五歲嫁給她 我二十六歲就生小孩 我跟你講為母則強 真的是這句話很好用 媽媽當有了小孩 你很多東西你就會去學 然後就會去扛 你就會去認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當初 當下就覺得 算了... 你也不行 我就來弄 所以從此之後 她只要小孩一哭 或尿布或幹嘛 她就通通說 找媽 找媽 什麼都找媽媽 長大大一點就會 想要說帶小孩出去打球 不是 因為我生兩個男生 那這個爸爸一定會 對 你想說男生 你什麼都不行 玩可以吧 陪玩 對 我就讓她說 你帶小孩去打籃球 然後踢足球 然後呢 陪他們去玩一些 公園的一些活動 結果後來呢 她去玩回來 她就說 我不要去了 因為太無聊了 我說打球怎麼會無聊 陪小孩去打球 怎麼會無聊 因為第一 她都不會打 然後她就拿兩個球 讓小孩到那邊 你們自己玩 那小孩都說 爸爸陪我們玩 她說我不會玩 然後她就說 你叫我帶他們去打籃球 你不是為難我嗎 她想那踢足球 總可以吧 好不好 那後來她就說 會玩的吧 對 但是她就說 那她也不是很會踢 我說那我們就去抱 那一種踢足球班 然後她後來就是去 然後她就坐在旁邊 看他們踢足球 這樣也很好 沒有 後來她覺得太無聊 她覺得浪費時間 後來她就說 那這樣只是接受 你去就好了 所以她也沒有辦法 陪小孩子的 這些中間的這些過程 你知道嗎 就是 小燕哥 你真的喜歡小孩嗎 怎麼聽到現在怪怪 我真的很喜歡小孩 但是我 你是喜歡他生出來那一個 這個 我當爸爸的時候已經41歲了 那可能體力上會差一點 打籃球 拜託 我159公分 我去哪裡打籃球 我從以前就不會打籃球 有兒童籃框嗎 有 我有 在那邊投籃框 但你陪在旁邊看 我覺得也是不錯 那我就陪他們玩 運球陪他們玩一下 對 他們小孩子就 因為小孩子玩的 跟大人玩的不會一樣 那他們玩 我就在旁邊監督的 看他們有沒有發生危險就好了 我不一定要參與去打籃球 這件事情 你說他19歲你就認識了 對不對 那你到現在 你非常非常的依賴姿佑 聽說只要他遺不在你身邊 你就整個人魂不守舍 有這麼嚴重嗎 有 因為其實 我從小就在演藝缺婚 其實我在沒有結婚以前 我是大江南北 一個人跑來跑去 從來沒有什麼有孤單的感覺 從來不會有 旁邊女生每次看到 都不吃同一個嘛 對對對 我可以換來換去換很多了 欸 姿佑 聽到了 是啊 可是呢 等到我結完婚以後 我就覺得人 真的是不能太安逸 我結完婚以後 就太安逸了 他也照顧我的太好了 然後呢 有的家庭有的小孩 那我就體會那種 就是一個玩過的男人以後 體會一個家庭的溫暖可愛 就經過十七八年的那種 生活在一起 當他們一不在 我就崩潰了 崩潰 像世界末日一樣 對 就是要吃那個 像精神憂鬱的那種藥物來 這麼嚴重 你是離開家裡多久了 兩年嗎 我四年前帶我兒子 因為他上大學 我陪他去美國十四天 十四天 才十四天 啊 才十四天 兩個禮拜就崩潰要吃藥 不是 那個 那個真的是很有樂趣的 這種事情 我現在回想起來 要把它當樂趣講 就他們前一天 要走了我都還OK 然後就睡覺了 然後早上五點半 他們要去機場了 他們跟我 我兒子 兩個兒子跟我 說再見 他跟我說再見 奇怪 他們一離開家裡 我就沒辦法睡了 崩潰了 眼淚就掉下來 奇怪 這個家怎麼會變這樣 我一個人 然後他們三個人走掉了 然後要十幾天 那個十幾天不是重點 就是他們忽然離開我了 然後我就變得好空虛 好 然後我去上班 還是很勉強的 那個好像心碎的感覺 怎麼樣 然後好痛苦 然後我真的後來不曉得 我就問我的朋友 心理醫生可以掛號 掛哪一個 拜託我的朋友幫我掛號 因為我覺得我生病了是不是 對 後來我就找 那千元的病因有什麼反應 我就找心理醫生聊 那他也就跟我聊一下 他問我幾歲 然後我就說我這個年紀 他說你可能跟更年期有關係 怎麼會怎麼樣 我算是更年期 更年期有關係 你的 而且你安逸太久了 你的家庭生活太幸福了 你的孩子老婆 我沒有人離開過你那麼長的時間 然後你一下子他們去 你們有分開過一天嗎 很少 我們帶孩子去旅行的一起 很久我們有說離開過 一兩個天沒有 其實我結婚之後 我沒有自己出國過 沒有 我們都是一起帶孩子 所以你最近跟那個誰出去是 跟哪個誰 誰 我們現在就是故意要幫請他 人要學習獨立 所以經過這一次以後 該人鍛鍊了 我就慢慢要慢慢知道 習慣自己說 他也會常常出國了 對 而且孩子已經都不在身邊了 我現在才慢慢在習慣 這種一個人的時後 他最主要是完全被他 一直你知道太好 也許就是不好 對 23年的婚姻 到底了不了解對方 今天小亮哥 姿佑姐 我們現場來個小小的test 好不好 好 很難得 兩個今天一起亮相 今天準備了一個 很簡單的題目 你們不可能答錯的 他們就是老派的一對 經不了新時代 好 我們先來問一下 這個 只有你最受不了 小亮哥什麼事情 小亮哥你覺得 他最受不了你什麼事情 兩個分開寫 不可以偷看對方答案喔 簡單寫 然後再闡述一下好不好 好 你覺得小亮哥其實 哪一點 其實剛剛講的蠻多點 哪一點你最受不了 講不完這樣 對 答案會一樣嗎 秀一下好不好 1 2 3 登登 摳腳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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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創意 這答案好像差蠻多的耶 差蠻多的 對啊 我覺得他就舉那個最輕的 你知道嗎 他寫的這一點就表示他最期待的 對啊 你寫的很深耶 沒有創意 你要給他一些 驚喜 你怎麼寫這把摳腳皮變 真的 因為我有香港腳 之前有香港腳 然後 香港腳腳會脫皮嘛 那你說我那洗完澡腳特別有點脫皮 結果在床上 然後我就把它摳下來 他就翻臉了 很生氣 很可怕耶 他就覺得很可怕 然後 是可怕 我就趕快把香港腳 你沒離婚啊 有什麼好可怕的 香港腳治好了 但是有時候你知道嗎 有時候 習慣 吃了什麼東西 床上就很自然就 噗 放個屁 不行 也不行 那整個空氣都是屁耶 我就覺得這個 那時候立刻點一個火柴就好了 幹嘛 真的還會去味道 可是其實這一點 你反而不是你最受不了的 對 因為我覺得 生活要有一些 新的東西才會有活力 可能我覺得這有點 可能是代溝啦 因為代溝 好傷人耶 真的 因為我跟他差13歲 真的 我覺得是會有差的 可是你已經磨合23年了 對 所以我已經盡量 那當然我已經 我算蠻 我這個年紀 這個世代裡面 我算比較傳統那一派的 我真的有一些傳統的東西 因為家庭教育的關係 所以我比較能容忍他一些事情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些 就跟我爸爸好像 所以我都可以 我可以大概知道 所以以前的 媽媽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以前都有看過 我媽媽這樣忍耐 但是我就會想的 試著說 讓他有一些東西 是必須要慢慢改變 所以我先改變我自己 因為改變他是不可能 所以我改變我自己 我讓我自己的生活 然後我看我是很豐富 一直在追變 可是他可能會追不上 跟不上 對 我覺得我後來 有發現他就是有點 我是跟不上 因為我的工作是固定的東西 我的工作是死的 就是個廣播 然後每天我把我資料找好 就是固定死的 我時間又 從 因為我的廣播是兩個時段 所以我從早到晚上 已經把我的這個腦袋 我要做的東西都差不多 他是因為進了購物台 做了購物專家 每天要學習很多新的事物 他才有辦法賣東西 所以觀念上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他每天接觸到 最新的比如說服裝 最新的什麼資訊 他就很多 他都可以接觸得到 接觸的東西對我來講沒有用 我一沒有用的情況之下 我就 當然是不要學了 因為學那個沒有用嘛 我的廣播比較重要 我怎麼樣在廣播裡面 把節目或者內容 跟他不太一樣呢 區隔做 我不需要學這麼多 因為我每天也很累了 我有壓力 其實會的 所以我後來有發現 跟他講很多東西 就不投機嘛 但是我後來 我們家現在到現在 早上起來 我做完早餐 我們兩個會吃早餐 但是一定會看三份報紙 因為我後來就是 找到這樣一個方式 你們家真的很知識型家庭 看三份報紙 看三份報紙 因為他廣播用得到 對 那對我來講 以現在流行 然後現在的資訊 我又可以吸收得到 所以到後來我看了一些書 我覺得還不錯的 我就會丟給他 那有些行銷的書 我看完之後 我也會跟他分析 我就會盡量找到 他可以用得到的東西 然後這樣才會有話題 要不然其實就很難 你剛說沒有創新 你希望他做的 一件小事好了 從小事開始 什麼事就要做 帶我喝咖啡吧 帶你喝咖啡 這個小亮哥 這什麼創意呢 你可以再增加一點創意 不然你從來就沒跟我說 你知道我跟妳講 我們一半夜下午去哪裡 妳就說妳可以帶來去一家 很特別的咖啡店 真的 像我們家的夫妻 我們每天下午 一起去喝咖啡 你們還在做什麼 你們還贏了 但是從來不講什麼話 沒什麼話講 所以你們沒有比人家好啊 他講了喝咖啡 對我來講 因為我是喝茶的人 他喝咖啡 那可以啊 你可以點茶 對啊 我有泡茶給他喝啊 對不對不一樣嘛 那還是在我們家你看 泡茶 我是覺得每個人心裡 都會有一些需求 其實我現在都有安排 這個需求 一個禮拜我都安排 我們兩個單獨吃一吃飯 但你要 他還說要喝一杯咖啡 那就是說 因為你吃飯的時候 也是可以喝咖啡 你看 他就是很奇怪的喝咖啡 那你要知道 我沒有什麼時間 因為我白天的食物 他覺得真的就是咖啡 都卡死了 對 咖啡店應該是 全台北市最多的一種店 你是不是想去一家咖啡店 他講的喝咖啡是有 很浪漫氣氛的喝咖啡 對啊 那你假如說到便利商店 買一杯給他喝 什麼一點氣氛都沒有 那當然要 那不要啊 你還是喜歡的是 因為現在台北 問題我一到六都在上班 禮拜天啊 只剩禮拜天 喝咖啡要多久 不是 不是時間多久的問題 而且是 時間咖的很死 而且我覺得這種 小事情 因為我有碰過這種挫折感 我送他一束花 他就說 哎呀 你買花開始 你折現金就好了 所以我就知道了 哎呀 這種女人在那喝咖啡 有個屁用啊 對 因為他把我的失序打掉了嘛 哇 我送你一束花 結果說你給現金就好了 那你把我所有的 浪漫的情緒都打掉了 我幹嘛帶你喝咖啡 結婚前三年 他就每年情人節 就送一束花 而且還滿大束 但你要知道 結婚那時候 我的小孩很小 你送花進來 你小孩又會 哈啾哈啾 然後我還要找個花盆擦 擦完之後呢 過幾天他凋謝了 我還要去清還要去丟 沒有啊 我後來買那個是巧克力的 哇 我就知道花不好賣 他還說 哎這個 3000多塊這麼貴 給現金就好了 我跟你講 男人的這個浪漫 是要被女人所訓練的 但是你幫他打斷了以後 怎麼彌補 怎麼彌補 對對對 其實他講的蠻 蠻理解的 對啦 對不對 你幫我的浪漫 我是個水瓶座 其實我很浪漫的 哪有 我以前對很多女生都很浪漫 水瓶座 水瓶座 是挺不愛的 真的 不過他這句話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真的對很多女性 那個要 送花給我也沒用 要仔細的聽 要仔細的聽 就是男人的浪漫 你要讓他有延續感 就是即便你不喜歡這個禮物 不要忍住對不對 不行 我覺得 不要就跟他講 你喝一杯咖啡 你會有什麼反應 我很開心啊 還有呢 還有呢 多想一點 像他 攬起那個興趣嗎 我覺得那杯咖啡 我還是要等很久 沒有 我告訴你啊 其實咖啡的意義 可能一般很難跟人家解釋 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請你跟我 喝一杯咖啡 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說 這麼小的事情 願意特別做 是很有感覺的 就是不要什麼事情 都放在重要的事情 或大的事情上面 那就很不浪漫 對 那因為小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 大家有時候我們講一講 我們就覺得 吃飯會比較浪漫 有那個燭光晚餐的感覺 你不是有一定 等一個人的咖啡嗎 他就在等你這個人 陪他一起喝咖啡 好浪漫 因為我不能喝咖啡的人 我就 你有差的 好了 也許一樣 才可以讓人生更美好 第二題是說呢 小亮哥 你對姿佑姐 哪一件事情 反過來 你對他看不順眼的 那姿佑你覺得 他對你哪件事情 看不順眼的 耿耿於壞了 是什麼事 這個應該 一個白板寫得完嗎 再拿十個來好了 寫完了 好 好秀檔一二三 登登 電話太多 蠻接近的 蠻接近的 這個有接近嗎 有 太強勢跟電話太多一樣 我覺得電話太多 也算是一個私利 就是 我人脈廣嘛 我事情多嘛 男人這樣就覺得強勢喔 男生比我想像中脆弱耶 男生比我想像中脆弱耶 他自己覺得他太強勢 我會覺得他這幾年 會覺得我很多事情 就是很快速 然後 就是交代完了 就沒有妥協的餘地 我覺得他會覺得我很多事情 就是很強勢 然後做了決定就沒有辦法改變 然後也不會妥協這樣子 真的嗎 你都不出國啊 不就是一種妥協 是不是 你也不去咖啡店啊 也是一種妥協 是不是 對啊 小亮哥完全不以為然 他是因為出去工作 他其實沒有工作以前 他不是這種個性的 那本來是怎麼樣 他前面的十年的個性 十九歲的那個小女孩 到二十九歲的時候 都是一個溫柔可愛的妻子 不懂事嘛 變了變了 也不是不懂事就是 溫柔可愛 工作的訓練變了這樣 對 當他出去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一個求知欲 很很強烈的一個工作 是 就是購物專家 他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時候 當他學習到很多的 十八般五億都學會的時候 他本性 這個時候本性才拿出來 對 這個是我 被斷念 他怎麼會變這樣 因為他懂得很多了 他開始 就是長大了 就是說 他有去做購物專家 然後學習到很多新的事物 這樣子不好 學習到很多 這是好事 但是呢 學習到很多以後 他展現出來的方式 就不一樣了 因為你學會了以後 他變得一個武林高手一樣 武林高手他就 情言就很盛 天下我無敵 我講話你就要聽我的 唯快不破 對 就是反正要聽他的 但是有些事情 不是你絕對的 那可能是一面好幾體 或者是很多事情是 要慢慢來溝通的 不是馬上你說了就做得到的 是不可能的 比如說你現在要我請假 我要去好幾天 慢慢去跟老闆溝通 因為廣播請假不是那麼容易 譬如這樣子 那我沒辦法馬上答覆你 這樣也不行 然後這個總之 馬上就要去哪裡 因為以前帶小孩出去出國的時候 他決定的日期 他就告訴你 因為我們要安排 很多事情對我來講 但是我也要安排 一樣 我跟老闆這邊也要跟人家講好說 我幾天 然後有誰來代班 怎麼樣要跟人家安排 所以我沒有辦法馬上就告訴你 他還有一個狀況 他可能電話聲多 多到什麼 有廠商電話什麼 萬一我要跟他講個兩句話 他們擦不上嘴 有時候家裡有什麼事情 每天 他電話多到什麼程度 都可以講多久 我跟你講啊 回到家裡 我看到還在講話 衣服脫完了 卸完妝了還在講 然後進了浴室 洗澡了還在講電話 洗澡還可以講喔 好厲害 洗完澡以後 電話還沒講完 洗澡出來還在講 很過分喔 你看看那個電話有多厲害 真的太過分了 洗澡還沒講電話 很不健康耶 不是 因為我一天事情 我真的做不完 我要當公司的班 然後我要接通告 比如說我一天 如果有三個通告 我就要褪三個本 那當我的時間錄影完 我只能在錄影的中間 這個時間點褪劇本 所以我必須要排在 我下班之後的時間 趕快褪完你知道嗎 那褪完的時候 還有一些廠商事情 還有調班要聯絡 還有小孩的事情 小孩的家教老師要聯絡 所以我其實事情是很多的 我必須在錄影之中的空檔 來做這些事情 有時候家裡沒郵 我也要叫郵啊 那不也要講電話嗎 所以他就覺得 他的數量也是滿有道理的 對啊 家庭主婦很忙的耶 不是 勒告也要很多時間 是啊 可是我覺得你現在講 他因為這個點告訴你 你講這個理由 跟你剛才點告訴他 他講的理由不是一樣 令人生氣嗎 你就是 就會感覺 就覺得說 你根本就沒有在聽我 跟你講的點是什麼 我現在這個點其實是說 我覺得好像 我們的關係好像都差不了 幾秒鐘講話了耶 就是他跟你講的是這個 我很忙啊 你不曉得很多事情嗎 所以大家要請我喝咖啡 就可以慢慢講嘛 對嘛 對不對 喝咖啡就可以慢慢聊是非 很開心 你請他喝咖啡電話 講不完的 這是不會停的 你相信我 電話放家裡 兩個都不可以帶出來 專心喝咖啡 那是不可能的 你下次就跟他講說 喝咖啡可以 不准帶電話去 他就說 算了不喝咖啡了 這個晚上他也是電話 他在講 邊吃邊講 那這是傷腦筋的 電話那麼多 事情那麼多 那就怎麼辦呢 可是你聽到都在講公事啊 對 那我也不能 都是公事嗎 大部分都是公事啊 那我們就 只有忍耐好不好 那你說 所以說叫我請你喝咖啡 我心裡就想 有什麼好喝的 喝不下去的 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 這就是好標準的 現在忙碌夫妻的寫照 其實事實上 你看他為什麼要接那麼多 他也想說 小孩子也大了嗎 多存一點嘛 對不對 但是現在來我就知道了 就是說我們會配合時間 所以我才會安排一個禮拜 我想辦法帶他吃飯 所以我們兩個人 沒有什麼電話 我覺得你們選咖啡廳吃飯 因為他很重視吃飯 他願意吃飯 不要再煎著 就是煎著這種事情 就是不會加分的 就是純喝咖啡 因為我有眩暈 就不能喝咖啡 咖啡店裡面 可以點別的東西 小楊哥 有啊 不好意思我都在激動 我有點菊茶 菊茶很好喝 我常常點啊 好其實是不是有一點 其實你覺得 姿佑的朋友比你多 他很多地方去 很多閨蜜聊天 這是不是對你有一點影響 對 他的閨蜜也是太多了 然後也是電話 有時候我講他公事之外 其實跟閨蜜講話 也是可以 躺在床上還在講 還在聊還聊 很吵 那你怎麼辦 那我們 我們男人比較不會有這種 聊那麼久的事情 尤其是他建議你講這個電話 然後那電話 剛剛你拿了一兩句 就覺得 哇靠又要長編大論的感覺 就會更爽快 他會 哪裡又那麼熱情 對啊 那你應該出去打 不要再互亡打 對啊 他有時候喔 錄完影 比如說錄完影才六點多 奇怪了 六點多 開車到家頂多七點半好吧 八點半九點半 十點半 還沒回家 那我想 打個電話問一下 你們在哪裡 還是跟他的朋友 幾個女生去哪裡 也是吃啊喝啊聊 好開心 那我一個人就在家裡 把我丟在家裡 我就很 他沒有打電話先跟你說嗎 沒有啊他也沒跟我講啊 剛開始還沒跟我講啊 我只想要把你下子 約我去嘛對不對 你會願意去 參加閨蜜的 後來我就願意去啊 為什麼 但是我有時候跟他講他 那你願意讓他去嗎 我有時候約他的時候 他就講說啊算了 那我陪我媽媽吃飯 那兩次三次我就不想約他啦 對我說我可以吃完飯再去啊 對不對 你們這個 在那邊聊天 我穿東西我再去陪你們啊 而且女生聊天 他覺得我們很誇躁 都一些無聊的事情 其實女生聊天哪有 真的拿到什麼目的 可是說實在話 我當時因為我跟我 一個閨蜜的電話 也讓他們夫妻失禍 真的喔 然後後來因為我們好不久 然後就好多年沒見面 然後最後又見面到 然後就覺得有聊不完的話題 結果後來呢 他老公就覺得說怎麼 又是我打電話 要不然他又打過來 要不然我又打過去你知道嗎 是女生又不是男生打來 可是重點就是 可是講電話還是要有分寸 因為有些老公已經在乎這個點了 他光聽 因為女生越在乎就越偷聽你們講話 你們講那個話題 又一開始說 你再講一遍給我聽 結果感覺又要從頭來開始在講 對我每次講電話的時候 會很生氣耶 我先生就故意來跟我講話 對 他知道沒辦法這樣兩次 他立刻打斷你的方式 可是後來 可是男人講話說 我們都不能打斷他們 沒有沒有沒有打斷他 什麼叫事 你在愛計較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後來呢 我知道他老公 我們知道他老公不高興之後呢 我們就 在他老公那個下班之前 所有的話聊天 聊結束 還是要顧一下男人的心情 其實我們